那第七个出场的陈浩宇呢 说句实话 我有点小小的抱歉 因为之前我在看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呢 我知道有一个选手陈浩宇 并且我也知道他表现得非常棒 而后来我看电视剧啊 看一些演出的时候 我也知道一个陈浩宇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把这两个陈浩宇 当成一个人 直到这个节目出现的时候 我才突然之间恍然大 哇 这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这十年间 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怪不得有一句话说 七年就是一辈子呢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这是两辈子的人 很难想象是一辈子的人 我之前常常也在说一件事 我说一个明星和一个演员 是有一个区别的 它区别不是在于说 这个明星他一定就是 只有人气 他的演技啊 或者是唱功是不好的 而是在于说这个明星 他是能够自身发光的 今年我们看到陈浩宇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他是一个带着光的艺人 你感觉他走到哪里 都是带着光的 感觉今年就是他的天下 你看凡人歌出来了 对吧 收视又是冠军 乘风破浪 又能获得这么大的荣誉 然后这次时光音乐会 感觉全场都在看着他 所以当陈浩宇 现在他哪怕一个转身 一个笑容对吧 一个一平一谋的这种变化 你都感觉到 哇 全身都在发着光 所以呢 当他在唱歌的时候 我看到下面的有一些网友 在那说 说听他在唱歌 也唱得如此的好 看着他的人 听着他的歌 是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声音 真的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看得到 真的还在发光的这个艺人 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享受